当时是三女儿在家的时候 当时我回去了 他不理睬我 我老公也看着 看来了 我的脸色不高兴嘛 他就问我 我也没多说嘛 我不能火上泼油嘛 我老公就知道 嗯 肯定他女儿没理我 这个肯定是他说话 肯定就是 他给我承诺了 但是没有兑现嘛 随后我就到洗澡间里 洗澡去了 他就跟女儿 可能两个人就私下里说 他女儿摔门了 进到这个卫生间里 把门这样一摔 好像就感觉把那个门要摔散 意思就是 要吵着让我跟我打架 那似的 当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我老公就是说 嗯 要不然你穿好衣服 咱们就到广场上去玩 这个我就很诧异 他就嫌我不回去 但是我今天回去了 他又一让我出来 我就很诧异 我们也没待多久 就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去了 到工作那个地方 刚把门一拉 我的手机就奔登给响了 他女儿就在手机上就骂我 自己这多年来就是 感觉就是 嫁到他那边 就是好像没个家 我就感觉我老公 他一直都是不站在我这一边 他就是宠孩子们 有问题不说 我就没有安全感 从吕先生的话里我们听得出 女儿们确实是对刘女士有天然的敌意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刘女士说 这都是因为丈夫的前妻 给他们女儿做工作 他就挑拨我们家的事 他就想让他 他妈和他爸 复婚嘛 对于这一点 吕先生并没有否认 确实是跟他亲妈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前妻一直单身 和女儿们互动紧密 加上女儿们平日的排挤 让刘女士 时刻处在紧张不安之中 就怕丈夫会随时偏离 吕先生就在现场表示 他的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我就跟孩子们 都很明确地打招呼 你们跟你妈走得近 不要影响这本家里的事情 你们觉得我这话说得有点过分 你们可以把你妈管上 跟我没有关系 吕先生说 自己从未有复婚的想法 但哪怕是他在现场 这么斩钉截铁的表态 依然换不来刘女士的安心 因为就在刘女士 被妓女赶出家门后 她发现 丈夫竟然又背着她 做了一个举动 足以证明 丈夫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提前把他女儿的户口转过来 做家里的顶梁柱 根本就是不把我当回事 刘女士觉得 这是压垮她内心的 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 吕先生究竟是为何 要把大女儿一家的户口 给牵过来呢 我们相归民约 我们那个地方 所谓城中村 卖地分钱 有三个姑娘 没有儿子的家庭 可以留一个姑爷 和孙子的户口 都可以到岳父家来 来的人可以参加 村上的分配 比如说地的钱 人口的钱 其实这个原因把那姑爷 和外孙子的户口搬来了 我把孩子还叫到他当面 我说家里的一砖一网 跟你们都没有关系 你们户口来的目的就是一个 所以你一个人的地钱 当着他的面子 给孩子讲清楚了 因为我的房子比较多 本身家里有 有两百平米的房子 我这个老婆来了以后 我再盖了三百多平米 地也比较多 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要想 虽然你有这个话放在这里 但是刘女士一直在强调 你很多时候你说的话 女儿不听 那如果他跟女儿之间 没有达成一个一致 他们处不好的话 那未来是不是留下了 一个很大的隐患 所以他会担心这个问题 在我北年之前 我去写一个遗族 这一块地方 这一个家都是你的 没有别人的 孩子们有自己的家 他们已经出嫁了 这个话你都跟刘女士说 我都跟她说了 我说还可以去公证 当时我跟她协商的时候 我说你虽然说得这么好 你说你写个什么吧 好好的被女儿 就是把我赶出来了 现在我年轻 都这么年轻 她不这 还别说再过上多年了 这个我很有顾虑 本来我就不想写的 这个没办法 她不写 她说哎呦 夫妻还写什么呢 哎呦 我都不知道 这夫妻还过到这份上了 没有答应是很早以前 没有答应 我现在已经闹到这份上了 我这个人很爱面子 我当时这十多年 在家里一直都是挺好的 人家都旁邻居都刷好 我就感觉这个无缘无故的 被她女儿这次打了以后 我就感觉我没眼面 没脸面 再回她家 我这么三个女儿 只有她好好过日子 回到家里 再跟我好好做生意 孩子们她没有任何意见 刘女士说了 就这么被打了 这件事她心里头 其实挺过不去的 你觉得这件事 作为孩子们来说 已经道过歉了 道过几次歉了 她不接受 没有 没有道歉 她不是要让她女儿来了 四十来了 来了以后 不但没给我道歉 还把那个水壶甩到我这边了 我这边当时都起了泡了 就这样子不了了之了 我让二姑娘来 给她道歉来了 结果来了以后 她二姐姐在那里 因为我那个大姑娘 就发生冲突了 当时我没在她 这是怪我 我没有亲自去 我对她没有什么 根本没有什么二心 没有什么第二个心眼 吕先生想要妻子回家 可是刘女士 却始终感觉 那个家不是她的 而是三个妓女的 刘女士内心的惶恐不安 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越来越强烈 那么刘女士和妓女们的矛盾 有没有化解的可能性呢 她们如今对刘女士和 吕先生的婚姻 会持怎么样的态度 我们现场拨打了 此前和刘女士发生 直接肢体冲突的 二女儿的电话 喂 您好 是小吕 你好 您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节的 你的爸爸跟你的阿姨 在我们这调节 听你爸爸说 就是好像 你们姊妹三个 对这个阿姨 其实有段时间 是比较的排斥的是吧 我姐跟我妹比较明显吧 她就是 应该是任性吧 对这种人权事故 比较自我 那个打太强了 可能 我姐的性格就是那样 后面有一次就是 是你跟这个阿姨 有一次发生了 很激烈的冲突是吗 应该是前年 我爸生病 但是 他一直不给看 看了今天的经济大全 是我阿姨管着的 我就觉得 他就是把钱扔得开真 所以我就觉得 特别难过 特别 特别伤心 非常不能接受 在爸爸生命之前 就是阿姨经常回去的时候 你们是 不大搭理他的是吗 从心理上来讲 我是 还是想跟他 在一起 就是 聊天的 那你看到 阿姨跟爸爸的相处 他们两个人怎么样 他两个 有时候还挺好的 你愿意就是 阿姨来照顾你爸爸 他们就这样 一直走下去吗 你是愿意 因为我现在 我也成家了 觉得是这种 夫妻关系 好像比儿女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 相处的时间更多 比较重要 其他的 其他的姐姐妹妹呢 我认为 我姐好像是无所谓 我妹应该是 也希望 走下去吧 爸爸有跟你说过吗 他对于他未来的生活的安排 我爸老师模糊的 就他给我们回答 老师模糊的 我老师问 你俩现在打扬 他就说 搞得能过 有时候就说 反正就是 某个人一种不肯定 所以我对他两个关系 非常的担心 你能不能通过我们这儿 跟阿姨说几句 我阿姨 你赶快把我爸都讲习去了 小姐咋样吗 这可真帅的 我想到我去 把歌曲的心里画 看你俩的矛盾点子做 知道了 我感觉阿姨表现出来 至少他听到你的声音 好像 他心里还 我感觉他好像挺舒服的 能跟你说说话 我觉得他 还是蛮在意这件事的 我爸是咋样 我老一天担心 他高兴不高兴 那你跟爸爸也说两句 爸 爸爸坐下吗 你把你一段安语一下 我不要紧 你挑截坐下吗 综合定性论 你今天有问题啊 打你老子 觉得那不肯定的话 我老子 担心你 让你高兴 让老子能见解 二女儿的态度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坚异 也意识到了 以前过多记住 有女士和吕先生的生活 是不妥的 反而是吕先生自己 对这段婚姻的 不坚定态度 暴露了出来 吕先生说 因为妻子始终 揪着女儿的问题不放 两人之间的争吵不断 就算来调解之前 两人还吵过一次 妻子做出了 过期的行为 我一看 我好多衣服都不见了 烧了 人家松起了 因为我听到 他直接给两个人打电话 就说他不给我过来 跟我没有什么 任何关系 我就听到这样的话 就把他引起来 我就感觉 我就不是他家里的人 他也不当我那回 当回事 一次都跟他想离婚 因为感觉 得不到妻女们的 尊重和认可 刘女士下定了 离婚的决心 吕先生 还是想做最后的挽回 他觉得 这些年 虽然因为女儿们 妻子受了委屈 但他也希望妻子 看到自己的真心付出 为了妻子 他把本该由妻子前夫 抚养的儿子 接到自己身边 一抚养 就是十一年 他那个儿子 当时上四年级 家里没人管 孩子每个礼拜五下午都来 不到半年吧 我就看出来孩子 想来这里 我就负责 抚养他 到现在 大学毕业了 那孩子跟你的感情 特别好 刘女士 能否将丈夫的付出 置于心底 以抵挡受过的委屈 如若继续生活下去 刘女士 该如何与妻女们相处 吕先生 又该做出 怎样的调整 观察员老师们 纷纷拿起了话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